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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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個很喜歡看鬼片的人 但現實生活中的我 其實我很怕鬼 我對鬼的印象可能是 和大家一樣 是透過電影 或者說過人家說的 一些很恐怖的故事 所以對他產生了一個很既定的印象 有時你可能會遇到一些性格跟你不合格 頻率不合格的人 但是你又不能逃避他 要跟他共存的話 其實也是一件挺辛苦 挺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直很想寫一首歌 是關於人比鬼的那麼可怕 今天就開啟一個新的音樂章節 我就會跟不同的樂手一起去合作 對我來說 二來二四都是一個新的旅程 但是我仍然都是很想找阿星一起跟我去合作 做我的MV導演 因為我很欣賞他的逆思維 有時跟他聊天的時候 會覺得同一樣東西 但是他會用一個不同的方式 或者新一些的方式 去把我的歌曲裡面的訊息 用一些很新鮮的觀感去拍攝出來 所以我很想這次跟他一起去創作一些新的方法去拍 屬於Wincy的Band Sound 今年Wincy的音樂風格都以Band Sound為主 所以在創作這個MV的時候 都有想過會不會把樂隊這個元素放大呢? 但最後我們還是決定以歌曲的Message先 而Band Sound的Visual呢 感覺就放後一點 當時收到小黑這份這麼正的歌詞的時候 我又覺得怎麼會不拍一套歌曲呢? 加上這幾年Vincy 都是一個銷售黑色為主的歌手 我們今次加上了一點點的幽默感 承受了這個黑色幽默的MV 我是一個笑點都挺低的一個人 除了喜歡看恐怖片之外 另外一些喜歡看的就是笑片 所以今次這個黑色幽默風格的MV 對我來說我覺得都挺搭配 但我覺得最大的挑戰呢 就是怎樣可以放開自己 因為之前的MV其實那些都比較沉重 但今次要學習把Wincy的另一面 把我平時比較鬼馬 把我極度笑點低的一些狀態 毫無保留地呈現給觀眾 那我跟學生在溝通 關於MV的創作時 他就問了一個問題 那如果你遇到一些 跟你不合格的人 你不喜歡的人的時候 你會怎樣做呢? 其實我也想了一下 我覺得其實沒有一個很特別的方法 我自己就是慢慢去學習 怎樣令到自己不給 你不喜歡的人 他做的事 或者他給你的反應 他不影響你自己的話 那你就可以好好去做 你自己想做的事 繼續自己生活 所以在MV的Ending的時候 我們都給了一個Twist 就是當你不理那個鬼的時候 他就會變得很無人 所有的事就會變成正常 好啊